中华職棒35年总冠军赛台湾大赛 中信兄弟对上统一师 师相大战来到了第三战 双方依然在台北大巨弹交锋 前面两队打成平手 现在要力拼最好表现 这个球打起来有几手已经招手了 确定我来 师队派出罗昂担任先发 中信兄弟则由克迪登板应战 上演了洋头对决 罗昂在前两局表现强势 破坏兄弟打线 更是连续三阵许姬红 还有曾宋恩两名重炮手 但是到了三局上出现变化 首名打者张坤宇敲出二壘安打 还有高宇杰的牺牲触旗 罗昂选择传三壘 兄弟提出挑战并且成功改判 形成了满壘的局面 兄弟在这一局攻下三分 取得三比零领先 变化九队到落空 岳振华遭到了三阵 无所用处杀的方式完成了这个三阵 比赛一路到了六局下半 兄弟更换投手 师队也在这个时候展开了反攻 但是七局上半 中型兄弟攻势再起 曾宋恩敲出左外野方向三分炮 帮助球队以7比0大幅领先 八局在延续气势 中场中型兄弟以10比0大获全胜 总比数2比1领先 这一次台湾大赛前三场破10万人进场 刷新了中职记录 两队下一站将会移失台南 球迷持续关注 就看谁能夺冠 TVB的新闻中的报道